一通又一通旅行社電話接到手軟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觀光產業慘兮兮 政府決定出手相救 用海嘯第一排來形容觀光產業的衝擊 政府的紓困對象包括 約三千九百九十家的旅行業 約四點四萬人 導遊領隊約四萬人 旅館業三千五百家 近九萬名員工 民宿九千家 及觀光遊樂業二十五家 近六千名員工 總共近二十萬人受惠 很有感的就是說 薪資的補貼 針對這個部分已經開始在行政作業 四月中下旬 我們可以讓這些接受薪資補貼 或營運虧損的對象 都能夠具體拿到 就怕觀光業者被疫情海嘯淹沒 最快兩週內 業者就可以拿到補貼 而且補助的範圍全面擴大 其中 遊樂園補貼取消團體訂單 每人兩百元 旅行社每團補助五萬 最高補助五百團 共兩千五百萬元 國內的約二十家的大型旅館 可以拿到約一千萬的補貼 領隊導遊也可以領到三個月 每個月一萬元的補貼 大動作推出紓困2.0 對觀光業者伸出援手 補助範圍加大 補助時間加速 要讓觀光業者很有感 歡迎新聞 洪西宇林凱倫台北報導